对澳大利亚 它充满憧憬 有优美的风景啊 是一个很和平的地方啊 结婚之后 他移居墨尔本 丈夫跟我说 我们现在要过真实的生活 他去上班 将我留在家中 他感觉孤独无助 心里没有平安 好害怕 我不愿意见人 有一种想死的感觉 距离澳大利亚墨尔本商业区 只有六公里的圣科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曾经是墨尔本的红灯区 现在是当地的度假圣地 这里的海滩不但是喜爱水上活动人士的乐园 也是大家欣赏澳大利亚美景的好地方 于1995年由广州驾到墨尔本的谭运红说 他对澳大利亚的印象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有优美的风景 是一个很和平的地方 我刚刚抵达的时候 丈夫就陪我到处去玩 当时感觉就不是真实的生活 觉得好像是在旅行 老公就跟我说 我们现在要过真实的生活了 他要去上班 将我留在家中 谭运红开始觉得孤独无助 当初我来到澳大利亚 无亲无故我也不会开车 如果我要搭公共交通工具 也要走一段很长的路 而且当时是澳大利亚的冬天 又冷又常常下雨 十分凄惨 我就感觉自己好像一只小鸟 被困在笼子里 开始就感到是孤独无助 而且当我独自在这个屋子睡觉的时候 我就感到好像有东西压着我 发生过好多次 我就告诉我老公 他只是对我说 大胆一点了 勇敢一点了 到了晚上 有时候因为太害怕 只好坐在最靠近大门的这个椅子上 等丈夫下班了 我先生是一名厨师 很晚才下班嘛 有时候我害怕到 要把全屋的灯都打开 其实我一直很想搬离这间屋子 到谭运红第一次怀孕的时候 她觉得生活更加艰难 我吐得好严重 没有人照顾我 丈夫只能在早上就是煮一大锅 饭菜让我吃三餐 第一餐可以勉强吃一点 另外两餐就难以下咽 等到丈夫回来从餐馆带稀饭给我吃 一分钟不到全部吐出来 我在电话里向妈妈哭诉 也向丈夫哭诉 逐渐的就是我就发现 自己好像变成另一个人 心里充满恐惧 没有自信 思想好负面 直到我怀第二胎的时候 就更无奈了 因为就是第二胎是早产 出生之后有很多的健康问题 我要经常带她去看医生 有一次医生说 我可不可以帮你做忧郁症的测试 随后她告诉我 你其实有忧郁症 你自己知道 属于是中度的 你是需要服药的 不可以随便停药 因为你无法控制自己 其实我也都感觉到 是有点问题的 但是不知道是这么严重 那就有时候跟她交谈 她的情绪都起伏很大 那我也都支持她要服用药物 和邻居的关系是很好的 邻居敲门 想过来关心我 我却装作不在家 我不愿意见人 到了黄昏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 就是想死的感觉 好难受 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 有时候会打我的大女儿 当我冷静下来 就很责备自己 但当我控制不了时 又会重蹈覆辙 丈夫知道这个情况 有时候我哭 她也会陪着我哭 那一有时间 我就打电话回家 跟她就聊聊 这样 我就四处寻觅 希望寻求援助 结果呢 我就找到一个地方 我非常虔诚 也捐了很多的香油钱 尤其知道自己也患有忧郁症 自己也很难受的时候 该处的坛主会告诉你说 这是你前世欠下的虐债 你要偿还 我真的是跪在那里 扣了一千个头 直到站不起来 每一年我都会去上投注箱 有一年因为太着急 看不见那个车门 车门是开着的 它就像一把刀 我向着它冲过去 就这样砰一声 撞下去 真的是好痛好痛 心里就非常的愤怒 我这么虔诚 就是赶着为你上投注箱 为什么你不保佑我呢 而且呢 就感到很沮丧 我突然想到 为什么我拜了他这么多年 我的忧郁症没有痊愈 反而一年比一年恶化 我抬起头 望着天大叫说 我已经走到绝境了 就是你帮帮我吧 你在哪里啊 帮帮我吧 但是呢 就是没有回应的 后来 谭月红开始做小生意 不料有一份合约出现问题 但是这件事情 竟然使他的人生找到出路 我的一个好朋友 Pauline就对我说 不如你来我的教会 教会里有一位律师 他可以拿合约过来 请你帮他看 或许他能给你一点建议 我就想说 这个提议好哦 后来有一个星期天 就去了他的教会 当然了 到教会要先敬拜 我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 在那里听他们唱诗歌 就好奇妙 那首诗歌的歌词 句句都 就是 触动我的内心 那首歌 歌名叫 The Power of Love 为什么 好像有人 就是以他的双手 就抚慰着我的心 因为呢 我觉得我的心很破碎 我好感动 就不停地哭 就是哭 就会结束后呢 他带我认识了一位 做律师的姐妹 他就给了我很多的建议 叫我怎么去处理 好奇妙 竟然获得对方的谅解 愿意放弃生意合作 就是不追究了 与此同时呢 有一个人 无缘无由的 就愿意 就是买我的生意 好感谢沈 那一刻我如释重负 于是我就对基督徒 有好感 其实带他去教会之前呢 我也带了一个 他的好朋友去教会 那当时呢 他就打电话给我 就好像审问一样这样啊 跟我谈了三个小时 问了很多问题 当时我都是靠着神的灵 以及他的感动呢 一一回答他的问题 后来呢 我就邀请他 还有他的好朋友 一起呢到我家 那我就播放了 两卷录音带 那是有关牧师的 讲述他们的信仰经历 当时呢 他们听得很入神哦 那我也透过圣经的经文呢 就向他解说 也说出我自己的信仰经历 他提到了神 赐给他很多的恩典 我对恩典这两个字 感到眼前一亮啊 乍听之下的感觉就是 你是不是在编故事啊 是不是在欺哄我啊 但是因为我跟他 已经是好多年的朋友 我就了解他的为人 我觉得他不会说谎欺骗我的 那他就觉得 啊是啊 为什么神可以在你身上做到 为什么不能在我身上做到呢 这样 另一次啊 他说哎 复兴节啊 快到了 带你丈夫一起过来吧 我没有抗拒 而且最神奇的是 那天啊 我先生竟然休假 一般他很少在星期天休假 就到了教会 他们开始敬拜 竟然又是那首诗歌的 Power of Love 我一听到又就是再次的大哭起来 而且呢 弟兄姐妹啊 像欢迎家人一样欢迎我们 有一种就是家的温暖 我是喜欢追求真理的人 所以第三次我独自前去 这一次是寻找神 Polly回头看到我的时候啊 他哭了 过来拥抱我 他好高兴 开始敬拜时 那首诗歌又再一次想起 The Power of Love 那种感觉就是好强烈 我的内心就像 就是棉花糖融化了一样 这个时候旁边一位姐妹啊 我不认识 不知为何 她转头问我说 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 我不假思索的就说了 我愿意啊 她马上就带领我祷告 信耶稣 我觉得就像一个 长期在外面流浪的孩子回到了 就是回到父母身边的感觉 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就离开教会 外面当时正是刮着风下着雨 但是我竟然温暖到 不需要穿外套啊 神大爱 仅满到 是有雪 物与当我醉 我这生 月十几 有尽的爱的人 我就信了耶稣 之后数天呢 就像平常一样 送女儿到公交车站 她自己搭公交车上学 那天呢 我在小路让她下车时 我看到那辆公交车 刚刚离开车站 没办法了 我还是开车转出去 但我看到一个 就是外表看起来 非常这个猥琐的男人 站在车站 作为母亲 怎么能够不担心 但是我不可以停车 因为转到主要干到之后 不可以随便停车 当时我就握着方向盘 手都在发抖 我还没有真正懂得如何祷告 我就用以前 就是求保佑的语气就说 耶稣耶稣 保佑我的女儿啊 不要让那个男子伤害她 回家大概需要 五六分钟的时间 当车子开到家门口 前的车道时 我听到好温柔的声音跟我说 你翻开圣经吧 当时 其实我不知道如何读圣经 翻开哪一页呢 我茫然无头绪 我立刻就跑进屋内 赶快把圣经拿出来 就 就是随手 就是翻开了 竟然是诗篇一二一篇 说到耶和华是我的保护者 保护我的必不达顿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达顿 也不睡觉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我右边必应我 白日太阳必不伤我 夜间月亮必不害我 耶和华要保护我 免受一切的灾害 耶和华要保护我的性命 从今时直到永远 哇 仿佛是神亲自和我说话 忽然有一种前所未有 好大的平安 我双脚忍不住跪下来 我就望着窗户 望着天空 不断地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此时呢 一个短讯就传过来了 那个短讯竟然是我女儿传来的 其实这里出现了神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女儿只会在放学 到达车站才发短讯 上学时从没有发过短讯 她竟然在短讯中写 妈咪 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上了公交车 很快就到学校 首先 她怎么知道我担心 另外 我明明看到她错过了 那辆公交车 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她已经坐上公交车 所以呢 这是神给我的确据 像这样的事呢 就是发生过几次 都是 我心里很不安的时候 就有声音说 你翻开圣经吧 我又是这样随手啊 就翻开 同样是诗篇 一二一篇 这样的情境发生过几次 经历过诗篇 一二一篇 神的意志 神给了我信心 就是停药 不吃药 直到今天 有一天我意识到 我自己好像不同了 因为从前的我 会感到恐惧 每天都担心 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但为何我会这么开心 而且我留意到一件事 自己好久没有尖叫 好久没有哭泣 而且早上起来 看着天空 觉得好漂亮 一片蔚蓝 我好久没有打过女儿 没有骂她 从前她可能好怕我 跟我作对 但现在我们是心意相通的母女 遇到任何事情 我们会一起敬拜 一起祷告 在神里面我们能够合一 跟丈夫也是一样 心意就逐渐合一 起初是有点不可思议 就有点夸张 慢慢的她多去教会之后 就有很大的变化 她变得就很开朗了 参与很多的群体活动 最大的转变就是去帮助很多患忧郁症的那些人 而且从前她很怕去医院 老人院 但是非常怕的 但是自从她去了教会一段日子 就不再怕去这些地方了 还能去探访那些临危的病人 也都参与这个 义工啊 服务啊 服侍老人家 这个是很大的转变啊 使我逐渐的就 就 真的产生好感 经历了神的爱 谭允宏很乐意与他人分享 有一天啊 一位姐妹打电话给我 她在就电话中哭 她说她子宫外孕 刚刚接受了手术 流了很多血 她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 其实她的遭遇跟我有点相似 也是在这里无亲无故 丈夫要上班 当我听到她这样说时呢 我突然觉得 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感动 我感觉 我要去照顾她 因此啊 我早上先送孩子上学 就再赶快去买菜啊 回来炖汤 然后到她家 就服侍她 吃一点东西 再帮她煮晚餐 在过程当中啊 她就 非常的感动啊 她说过要给我钱 回报我 但我拒绝了 我说 这是耶稣给你的爱 是耶稣感动我 这样做的 她啊 就 深受感动 我也暗地里 经常为她祷告 就是这样啊 我照顾她一段时间 可能是 太疲劳了 有一天啊 我回家之后 也感到就是 不太舒服 当晚 我就跟神说 你可不可以 抑制我啊 祷告之后 我就睡着了 我就做了一个梦 梦到自己啊 身处在教会里头 就正在为别人祷告 突然之间窗外 有一道金光啊 就是射进来 从头顶 经过我的身体到脚底啊 当 就是那一道光 照到脚底的时候 我就开始往上升起来 往上升的时候呢 当我的脚一离开地面 我感到 十分喜乐 好开心啊 一路往上升的时候呢 就 感到 人生中 一切的禅礼啊 牵挂呀 所有的一切 就像卸包袱啊 一件一件卸下来啊 当继续上升的时候 我感到好害怕 于是我向下望 我看到耶稣 像拖着婴孩一样拖着我 原来 我在他的怀抱里 我看见周围 都是金光闪闪 哇 好漂亮啊 好温暖啊 我舍不得离开啊 当然不行了啊 后来我醒过来 第二天是星期天 我就告诉牧师 牧师翻开了圣经啊 启示录 让我得知 原来那里就是 天堂啊 在梦中 谭韵红看到天堂的美好 所以 他很希望在广州的家人 一样得到神的爱 我在电话当中啊 跟他们讲我 好多的经历啊 但是他们感受不到 随后我跟神说 神啊 在电话中呢 他们感受不到 耶稣的那份爱啊 也看不到我的喜乐 不如你拆派 一个天使 跟他们传福音啊 好不好啊 好奇妙 过了一个月左右 神竟然拆派了一个天使 去传福音 就是医院的一位护士啊 他就是 非常的关心病人 我爸爸每个星期 去医院两次 如果他发现 哎 我爸爸一个星期都没有去 他会查询 我爸爸出了什么事 得知啊 我父亲 又需要抢救 他会买一大束鲜花 去探望他啊 这个事情 就是让我的家人呢 好感动啊 我妈妈很想 向他道谢 当然是 包了一个大红包 并且买了一个水果篮 去向他道谢 但是他跟我妈妈说 他拒绝收礼物 他说 阿姨啊 这不是我的爱 而是耶稣的爱 我母亲 突然感到很自豪地说 哎 你是不是基督徒啊 他说是啊 哎 我女儿也是基督徒啊 母亲第一次 在电话里跟我说 哎 你们基督徒啊 心底好善良啊 当这位护士啊 跟他们传福音时啊 他们也很愿意听 过了一段日子 我父亲又需要抢救 我就 啊 好急 哎 为什么那位护士啊 还没有带领他 做 信耶稣的祷告 我又向神呼求神啊 请你派去一位 带领他们决定 信耶稣的天使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 神这次派了一位牧师来 我不认识这位牧师 父亲住院起见 神啊 感动了这位牧师 就带领他们 做信耶稣的祷告 最奇妙的是 他们只是初次见面 但竟然这位牧师啊 就带领我爸爸妈妈妹妹啊 全部都信耶稣啊 有一天 谭远红接到他妹妹的电话 说爸爸即将离世 他要尽快回中国 因为我们是澳大利亚公民 我们要入境签证 无论多紧急 也要一个工作天 但那天是星期五的凌晨 最快星期一才能拿到签证 我心里好急 我无法入睡 整晚都在祷告 就天亮之后去领事馆 好奇妙 那位保安员 竟然也为我着急 他在给我的号码牌上 注明是紧急的 但我完全不认识他 后来他进工作室啊 跟一位女士就是交谈 之后那位女士叫我过去 告诉我 你马上啊 就是要要求医院 发一封病危的通知书 直接就传证过来 我立刻帮你办理 三点你就能拿到签证 结果我真的在三点中拿到签证 星期六清晨 我就坐飞机回广州 我在飞机上就跟神说 神啊 我父亲已经就信耶稣 但他还没有接受洗礼 到达之后呢 我放下行礼没多久 当地教会的牧师 打电话来电询问 你们是谭先生的家属吗 我希望为谭先生进行洗礼 他正在好深切治疗室 我想为他进行点水礼 想询问你们家属是否同意啊 哇 我听到之后就是眼泪直流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也没有联络过其他人呢 我就亲眼见证了我父亲 在深切治疗室接受洗礼 过了几天 我爸爸就好安详地离开啊 过了两三天 我和妹妹不约而同 做了同样的梦 我就梦见父亲 在一个好漂亮的花园里 他外表好年轻 头发好浓密哦 双目就是炯炯有神 面露笑容就看着我 笑容充满纯真 我们好安心 知道爸爸在一个 好美好的地方啊 有一种盼望 将来我们会再见面 这个事之后呢 我和妈妈及妹妹 大家都有一颗火热的心 去传福音 在短短两年内 我们整个家族 包括我母亲和父亲的家族 还有我妹妹和她的丈夫啊 还有妹妹的丈夫的家人 一共有大概18个人 全部信耶稣啊 除了家人之外 谭云红也希望 借着她和丈夫开的餐馆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所以你看到她的餐厅 每一天都有四个 顾客进来 她说 她本来非常的沮丧 但是在这里用餐的当中 因为四个出动她的心 她说 以前我去吃饭 我这就要走 我不能带路 这是工作 但是在这里 我很想一个待留 不断地留下来 因为有神的那个同家 不可感受到神的爱 无论是员工或者客人 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里 就是领受神的祝福 可以得到救恩 我们的餐馆开业一年多 有八个人信了耶稣 回顾过去 我发觉自己好蠢 从前 Polly曾经向我传福音 我还把她臭骂一顿 如果当初我 就愿意接受福音 起码少受几年苦 神改变她的生命 是一个奇迹 我觉得当初她被骂 也是值得的 经历了这么多真实的事情 所以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希望有机会看这部影片的朋友 如果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 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去领受这份救恩 享受信耶稣之后的 丰盛的人生 如果你想进一步认识 这位拯救谭宇宏的主耶稣基督 请立刻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登入恩与之声的网页 和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与你分享 基督信仰 愿神赐福你 大爱更满河 少数万年两口罪 我只手变熟悉 有着未来的人机 祝我生意重赞不断 住来深刻珍质 每一刻每天我愿全方便 随着你的脚步不改变 滴滴恩雨滋润普世华人心灵 恩雨之声以世界各地华人经历耶稣基督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 透过全球电视和电台广播网络 还有电脑互联网广传福音 也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协力